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谈爱好,因热爱不畏冒险 坦言参加节目挺累 岛屿,王一博关于热爱,是肉眼可见的喜欢 是骨子里行动上的巨人 王一博到底有多爱揭舞 我们从节目中足够窥探一二 但是对于这项爱好,他的态度跟表现 足够让我们用挚爱来形容 因热爱而无味 因为热爱,才会无所畏惧 他喜欢街舞,就会打破常规设定 也打破了我们对于他的认识 清冷气质都是表象 你对他的认知也在街舞中,彻彻底底被颠覆 感觉一瞬间不认识王一博了一般 这是那个高冷的酷盖吗 貌似在街舞中,所谓的清冷都是外在的表象 在热爱面前,他完全是最真实的自己 一个活力四射,一个活泼好动,一个好学不倦 一个有点点社交牛逼症的人 这档综艺中,呈现出来了最原始状态下的王一博 是荧幕上未曾有的 他,更是还原了一个人最直观的一面 王一博在谈及爱好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 是赤诚相见,直言不讳的 现在的工作很忙,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只能在工作间戏中完成,我是想拥有更多的时间 来去好好培养,好好玩一下这些爱好的 是啊,能够红起来的一人,自然是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发展自己的热爱,只能说王一博是幸运的 喜欢跳舞,可以参加街舞录制 能够有一个平台顺带着跳舞,还能学习到这么多 遇到喜欢的大神,他满眼表现出来的开心 也同样传递给了我们 同时,有个采访的细节 谈及跳舞中出现很多危险性 容易受伤,怎么办呢? 毕竟他如今的状态 一旦受伤的话,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困扰 但是王一博给出来的答案 总是很直接,干货满满 直接表达出,不担心受伤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害怕而不去做的话 显然是自己最不喜欢的 他是骨子里有一种敢拼敢拼的劲 他有很浓的木墙心理的 就是我可以做到 我通过努力,定会成功 我不想输 无论是街舞,还是滑板,还是摩托车 我们并非夸他有很好的天赋或者悟性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他足够的努力 就是无时无刻不再练习 抽空就会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他根本不在乎外界的各种声音 因为与其考虑这些 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正是由于他的这个状态 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 不断地在进步 给人一种勃勃生机的力量 清醒自知,定位准确 王一博的耿直 是在节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从天天向上到这 就是街舞 有一说一 从未给你绕弯子 这份坦诚 是因为对一切都看得清晰 也不想为了效果而故作姿态 反而因为他的这波操作 更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好多人说这种态度 让人欣赏 他不是情商不够 是觉得没有必要 我们看过了太多虚伪做作 更喜欢简单明了最好 采访问他参加节目 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他坦言其实参加节目挺累的 直接不给你机会抒情 也不表达自己的那份热爱 感觉浮夸 是不是很耿直了 直接让节目组也无语了吧 同时呢 他为何选择跟叶音亮亮搭配 更是直言不会的说 因为喜欢叶老师的编排 选择亮亮是因为沟通方便 直言不选择不不适 因为自己能力不行 做不到 并且与言也不通 跟其他人 可能搭配起来相对会更不协调 就是这种的坦诚 让我们反而更为欣赏 节目中我们看到了 他跟大神的学习一直不停 真正比赛的时候 他都会有自己的思路 很理性很清晰的定位 不得不说 他确实有大将之风 更清醒自知 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很准确的 如此聪明 而且非常懂得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我们何必担忧他呢 结束语 拥有热爱的人 总会为此而不懈 荆棘从生也不会打退堂鼓 反而越发努力 生而无畏 在王一博身上 很好的诠释了这份赤诚的热爱 同样呢 也希望喜欢他的人 能够看到他的亮点 也能积极向上 好好充实自己 把自我的内在前置发挥出来 做个自信 活成自我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